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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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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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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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 本地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不是啊 亚当来的 新的能不能承受 咱们因信耶稣基督 已经重生得救了 重生得救那个 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属灵的能承受 属血气的不能承受 旧的灵魂都是属血气的 对不对 旧的灵魂呢 都是属血气的 他就成了有血气的人 名叫亚当 血气那个人名叫亚当那个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有没有个名叫亚当的血气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血肉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不对 你看 像图属 贪婪 醉酒 黄焰 这我都干过 那难道 今天我干过这些事情 我还能承受神的国吗 所以他们哪想的 往肉体上想 今天我们是否把这句话 往肉 往今天灵魂上应用的 啊 往哪应用 群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行这样子的人不能往灵上应用 行这样子的灵 行这样救世的这件事 是救人在做的 不是新人在做的 是肉体在做的 不是灵在做的 所以不要把这句话 应用在灵上 要应用在重生的人身上 从灵生的 从圣灵生的身上 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这问题出大了 是不是这样 就证明 你今天重生得救的 你肉体一行这事 也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说行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是哪个人 救人 没说行这样子的人 没说救人 说哪个人呢 救人 说行这样子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不对 所以 人肉体都有这样的东西 包括你信耶稣了 你也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正以为有这样的东西 上帝叫你主动的 叫你经历征扎 一说这话你就得征扎 一说这话 神不说这话你不能征扎 神说你们要 慈悲像你们天父一样 你肯定里面就有征扎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就想慈悲 有些人呢 不知道怎么慈悲 就用这个慈悲 那时候天父是慈悲的 没说你这是慈悲的 你用这个慈悲行不行呢 不行 一听说行这样子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努力的想用肉体做好 有没有这样的教会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努力 用肉体使神努力要做好 做好料 不行这样子 好承受神的国 这就变成了 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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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就变成了立功 立功 一来你那么想着 这就说明你已经被侮辱其主了 那叫我讲的话 叫没有用神的言语了 但神的话题以字句去解释的话 就变成没有用神的言语了 这就叫异端 对不对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的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 在生命中间 这个道 你这个整个的信息 没在道上扎根 因此呢 你按照你自己里面的想法 我认为 我行不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 他怎么能承受神的国 世人就一个人 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能 那么你今天 你的血肉之体 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也不能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就一定要确准了 旧人的灵魂底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不对 那么血肉之体 是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我这个神体 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救人的灵魂底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不好 所以他是指向 救人的 是指向 属肉体的生命 是指向 亚当给你留下的根 他都能承受神的国 对不对 这两句话都在这么说 那么这里面 还有昨天咱们查的 加勒太书 第五章 加勒太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嫉妒醉酒荒烟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不是 必不能啊 必是什么意思 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么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 咱们记得绝对把它拖下去 对不对 你可别说我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哪个我 我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 和我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只有我跟你分开了 因为上帝先在我里面做分开的工作 你上网上你可以听一下 所有讲道的人 都那么想 都是没有分开的想 包括平耶色 包括小平常讲道 他们都搅在一起想 两个人搅在一起想 所以这边接受救恩了之后 就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你说他 小平小在一起 他哪个大大张口 周 这边讲的是救恩 承接出来的刮到什么地方了 刮到周体上 就开始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现在这样信的人多不多呀 我敢说这样信的人连重生他都没重生 能不能重生 不能 有没有重生的机会 没有 他没有 因为他信错了 是不是 灵魂的救恩他我哪信的 我任何人信 这说明他肉灵不分呢 你一听你就听到 包括 平约瑟 小兵 林魂魁 蒋小博 这些人都在 我哪里讲 他们都是讲音信成义的代表 他们也讲音信成义啊 我没讲这个音信成义的时候 他们都没出来的 都在我讲音信成义以后出来的 他们就光抓住了一个音信成义 哪成义他不管 有体成义 这个时候不义的人是不能成熟神过 你说他要哪成义的 有体成义 他成义完了他就开始嘴张开了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说明他哪成义的 有体成义的 你能听出来吗 一听他讲话你就知道 他肉灵不分 生活生命不分 对不对 神的义人的义都不分了 都在一起搅着来的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不行这样事 我就能承受神的国 能吗 不能的 因为行这样事的人 就只旧人说的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肯定不能承受的 我也有一个行这样事的人 亚伯拉罕也有一个行这样事的人 那就是以色玛利 那以色玛利是不是属血气的 是 是不是属肉体的 是 要不要赶出去 要 一定要赶出去 所以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 把这个属血气的人赶出去了 你要不要赶出去 你要 要赶出去 所以行这样事的救人 和行这样事的死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不好 咱们并误解这经文 现在呢 有多少人在这个节经文上误住了 甚至有人呢 就觉得这个救恩是不稳固的 你看咱 吸耶稣了 咱要重生得救以后了 还会行这样事 那能不能得救呢 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怎么怀疑的呢 怎么开始一段之后 罗马书 第八章 懂得吗 第二十节 从十九节开始看 十九节开始看 罗马书八章 第十九节 懂得吗 一 二 受造职务 切放等候神的众子 显现出来 因为受造职务 处在其中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职务 仍然有所谓 除了脱离戴戴的下志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 一切受到职妇 一同叹息 老土直到有足迹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里 与圣灵朱天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德行物 好 这就说受造职务 不是指其他的物 受造职务指的什么 神指人呐 那么切放等候 神众子显现出来 是不是啊 神众子显出来 切放等候神众子显出来 那是万物等候啊 其他的受造的 那些个数目啊 等候还是人等候 人等候 这里说受造职务不是讲别的 是讲人 是不是啊 往下看 因为受造职务 不在习同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 你自己不愿意对不对 这个受造职务就是人说的 不是自己愿意的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职务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 那叫狗愿不愿意脱离败坏的瑕疵 狗愿意 狗愿意吗 你家的狗愿意脱离败坏的瑕疵吗 啊 猪愿不愿意脱离败坏的瑕疵 他有没有灵啊 没有啊 他没有灵他怎么能脱离败坏的瑕疵 将人活的是什么 那没有灵性的出来 他怎么能知道脱离败坏的瑕疵 他怎么知道他是败坏的 他要知道自己败坏的 是不是啊 他就跟人一样也能得救的 人知不知道 知道 人知不知道你里边有这些东西 有奸淫 有无悔 有邪荡 有败坏 有邪术 有仇恨 有争竞 有记恨 脑木 结婉分争 一端醉酒黄烟 人知道 动物知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你不要把这句话往动物身上 往那些个小鸟身上 往那些万物的身上来安 要往哪儿安呢 往人身上安 是不是啊 动物 指不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 动物指不指望将来身体得主 那谁指望 全指望 那么你败不败乖 有圣灵出结果的也犀利叹息 是不是啊 犀利叹息目的是什么 身体得主 哦 身体得主 那个得到儿子的名分 就是指身体得主说的 身体得主 现在得会得主 没有 没有 身体得主在什么时候得主 今天在来的 这我都讲过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讲受造之物 不是讲万物 是讲人说的 对不对 就是 世界恨你嘛 这个世界不是讲 物质界的 而是讲人恨你 对不对 就是世人恨你 有的地方就叫世界恨你嘛 世界就讲世界上所有那些人都恨你 因为你是属神的 他不属神 他恨不恨你 恨不恨你 他恨你 他要把你杀了 他把耶稣基督杀了 是不是啊 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弟兄怎么就 误解这些经文 就说重生得救了 咋就没有败败的瑕疵啊 有没有 有 那脱离败的瑕疵 是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那可不是讲那些世人啊 是不是啊 那是讲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值不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好吧 你看这里就是 第21 21节说 但受到书 仍然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这绝对不是世人 世人没有这样的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只有基督徒他有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对不对呀 对 你看哪一个 世人指望脱离败败的瑕疵 有吗 没有 没有这样的 是不是啊 保罗从前被光照已先 有没有想到脱离败败的瑕疵 没有 没有想到 他拿着底滑口 他在脱离败败的瑕疵 他在拿着底滑口 这不明显 保罗从前未重生得救以前 没在大马色被光照已先 他是 没有认识到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 那里面有败败 是不是 他没意识到他在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 他还被内法大发热心呢 为他们祖宗遗传大发热心呢 逼迫基督徒 残害基督徒就以为是侍弄神呢 他哪有这种脱离败败瑕疵 他第八年收合理 是不是他夸口的资本 他是犹太人 是不是夸口的资本 他是纯种的西班牙人 是不是夸口的资本 他第八年收合理 是不是夸口的资本 他的律法人毫无指摘 是不是夸口的资本 这都是他夸口的资本 是不是啊 那么说 保罗在未必光照以前 没有意识到他有败坏的瑕疵在他 他也不会喊出来 谁能救我脱离这驱死的神经 因为那时候他喊 没有重生的生命 他不会那么喊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喊的 就是有重生生命以后 圣灵和情欲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这两个彼此相敌的时候 他在喊出我真苦啊 他从前离过基督徒 感觉的苦了吗 没有 他从前靠律法夸口感觉的苦了吗 没有 他什么时候感觉苦的呢 没有 受光照以后了 重生得救以后 才感觉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驱死的神 他从前在守律法的时候 他有没有觉得我自己 肉体里没有良善的 没有 他蒙光照 重生得救以后 他发现 一蒸蛋他发现 原来我的肉体之中 在我里头 就是我的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是不是才发现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重生得救以后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是 里面没有良善的 重生后 你重生前里可绝对你没发现 你找小姐也没发现 你里面 没有良善 你觉得这正常啊 因为世人都这么做 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么做 你就没觉得那是不好好的事 你的里面被光照里给欧了 是不是啊 人被光照以后了才发现这个事 对不对 人重生得救以后才发现这个事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世人怎么说的 我良善好就行 有没有这句话 有 你跟他传出音的说 我不用牺牲 我这个人哪良善好就行了 我就凭良善做事 什么这么说的 我这人欣然可好了 夸自己 然后就说 我这不能谢耶稣 我这脾气不好 保证天花 是不是啊 因为这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经常遇见的 回应 哎呀我就凭良善做事吧 不偷人家不抢人家 就行了 我说不偷人家不抢人家 也照样得死 那谁不死呢 我说死个死不一样 下死完下地狱了 还有死完上天堂 这不是一条路 哪是一条路 对不对 什么时候拿自己夸走 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良善 没有意识到自己里面是败败的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这都正常 我就凭良善 我里面有良心做事 碰着孩子 孩子被我刮倒了 我起来扶一扶 问问孩子 疼不疼啊 疼不疼怪啊 问问 完了之后就贿赂一下自己的良心 是不是贿赂良心啊 是的 今天做事凭良心做事呢 圣经说他们丧尽天良了 丧没丧尽呢 你先丧尽了 那么丧尽天良的人 就贪行种种的误会 放纵肉体的私欲 是不是啊 是 这就是礼物所述第四章给提到的 持续解释 往下就这么说的 他们开始贪行种种的语位 放纵肉体的私欲 你们学的基督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们真正学的基督 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正理 就要改良改善自己的肉体 还是托去 托去 托去 救人 说一大些就是告诉你 要往下托啊 是不是啊 托什么呢 托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是不是要做救人 那救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是不是啊 救人的灵魂体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提到救人 对不对啊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 他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不要把那句话应用在我的灵上 行仗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就应用在灵上 应用在这个人身上 那就救人不稳固了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里面没有情欲 你相信不 相信 这个人里面有没有情欲 没有 从耶稣基督有没有情欲 没有 从基督生的这个人有没有情欲 没有 是不是啊 从基督生的是没有情欲 那么今天基督没有情欲 这个人就没有情欲 基督没有罪 这个人就没有罪 对 是不是啊 基督没有淫乱 这个人就没有淫乱 是啊 这个想没有淫乱的 就得 这个渐渐的衰微 这个渐渐的形欲 把这个显得出来 没有淫乱 一举一动 有心是不让人 对不对 对 一个被消灭的 一个被显得出来 这个人就没有情欲了 好不好 再也不能显而易见了 见不懂 见不到那些东西呢 找不着了 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就是一锅了 都变成心 因为这人都患了 这心人 替代了那个救人 所以因此呢 没有救人 他就不显明出那些东西了 这是神给我们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 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过 对不对 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过 对不对 不义的人都指什么 旧人 学到自己 不能承受神的过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 第一大点子 不义的人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学习的 一种是 不信耶稣的人 也叫不义的人 还有一个一个是什么 以及信耶稣的人 那个救人 也叫什么呢 不义的人 对不对 不义的人 你就要分两个 分哪两个呢 就是 信耶稣那个属肉体的生命 名叫什么 救人 救人 救人是不是义人呢 不义人 心灵成义 还是肉体成义 心灵成义 肉体不能成义 那肉体就成为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 神灵成义的人 这是一方面 但是 世人不信耶稣 拒绝救人 他是不是义人 不是义人 他能不能承受神的过 也照样不能承受神的过 对不对 反正 他没有重生生命 他就一个救人 咱们重生呢 有两个人 一个是救人 一个是信人 咱们那个救人 从亚当寄生来的 也不能承受神的过 对不对 对 这叫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过 不能承受神的过 是不是啊 是的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过 再看 加拿太史第一章 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过 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过 行这样式的人 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过 行这样式的人 行这样式的人 这一下子高过了 两个 高过两个 一个是 不信主的人 第二个是什么 信主的救人 信主的救人 不信主的人 就一个救人 他不去被信人 他不去被信人 行这样式的人 不信主的人 行为正 他们也行过这样式 行过淫乱 行过 误会 行过邪当 拜武相 邪书 他们都干过 是不是 他们不能承受神的过 不能承受神的过 那么你这信主的人 那旧人也干过这些事 能不能承受神的过呢 不能 也不能承受神的过 所以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过 加个币字 就是肯定底 所以 不要改良 不要拿这旧人去改良 信主的人 那不信主的人 他平良心做事 就凭良心做事 就凭良心做事 不信主的人 凭良心做事 那么信主的人 也凭良心做事 坏不坏了 坏了 信主的人 凭信心做事 是不是 靠圣明得争 就当靠圣明解释 什么叫靠圣明 靠圣明得争 他们是凭良心做事 他们是凭良心做事 信主的人 不是凭良心做事 而是什么 凭信心 凭信心 靠圣明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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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圣明不争 靠圣明得争 靠圣明不争 靠圣明 靠圣明 信主的人的第一个行事方法 第二行事方法就是什么 第二就是什么 不凭什么行事啊 不凭肉体 是不是 他凭良心 我不能跟他理张 不能凭眼前 不凭良心 不靠肉体 行事 也不是去改良改善肉体 是不是 改良 改善 不靠肉体行事 也不去改善 世人凭良心过世 他也不改善 他就凭良心 是不是 基督徒行事 凭信心行 他是凭什么 良心 良心 良心信心 要吗 下面说 咱们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靠肉体行事 也不去改良改善 其文章就明白这句话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行事 是怎么行的 行这样事的人 并不能承受神的活 不能承受神的活 基督徒是不留着这样的人 是不是啊 基督徒跟世人对一样 就是不留着这个人 世人留着这个人靠什么 凭良心的做事 基督徒不留着这个人 那就不凭这个人做事 也不去改良他 对不对 佛教书要改良 道教书要改良 法轮功书要改良 所有那些个修炼的 都是想改良 对不对 他们活在己身要改良 但基督徒绝对不要改良他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活 是神说的 肯定不能承受神活 你改良他也不能承受神活 你该死他也不能承受神活 因为他就是那个 不能承受神的活的种 他不属神活 对不对 你的肉体属土的 被造的 你怎么改 他也是属土的 他也是被造的 不能变成被神的 是不是啊 不能变成儿子 他满是农夫 好不好 说这样话的意思就是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活 就是告诉你们 你就得脱药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三条 脱不住 脱去 你们 从前 行为上的 救人 你跟新人一样了吗 他也有旧人 但他们不具备新人 你也有旧人 你具备新人 你这新人出来里头 用信心 这新人里发出这个信心 靠着圣灵 脱去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旧人 第四点 是不是啊 这是靠圣灵 什么 靠圣灵 靠着圣灵 靠圣灵 这死 你们 在地上的肢体 是不是啊 是 一样吗 不一样 这就是区别 你不跟他同国 是不是啊 你不跟他同国 他好了吗 因为形状事的人 并不能承受神国 你这个能承受神国的人 不跟他同国 听懂吗 听懂吗 不跟他同国 你能看出来吗 现在世人 他就这一个人 那当然他就是跟他同国的 他的灵死在重体中间 我们现在有基督的灵了 我们现在这个 从神生的这个人 不跟他同国 听明白吗 不跟 这个人不跟这个人同国 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人跟这个人同国 这个人是属肉体的 这个人不跟这个人同国的 这个人是属灵的 属灵的不是这个人属灵 乃是这个人属灵 有多少人用这个人装属灵 说属灵话 学属灵的事 办属灵的事 是不是啊 装出来的 是不是属灵呢 并不属灵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不与这样人同国 这个人不与这样人同国 凡你不与你的救人同国的人 证明你成生了 你的信任不与你救人同国的时候 你已经出生了 你的灵跟你的肉是同国的 说明是输血气的 说明你里边没有基督的灵 对不对 凡没有基督的灵 他的灵就是属肉体的 并不属圣灵 有了基督的灵 他的灵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啊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是不是啊 是 不要与这样人同国啊 主人 好不好 好 谁与这样人同国 谁这个信仰就有问题 保证说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是不是同国啊 通过他喊出这句话证明 他的灵跟他的肉不通过的 是不是 这灵是从神来的灵 跟那个从人来的那个老旧人 不通过的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反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证明他不通过的 反恨恨自己生命的 证明他是属旧人的 对不对 听清楚了吗 就这个地方 这是 很多那些宗教里都讲错的 咱光是不许恶人同国啊 说不都这么讲的 别与恶人同国啊 你看拍了 别与恶人同国啊 别与恶人同国啊 恨恶人同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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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惜自己 上帝说恨恨自己的生命 对不对 对 对 反恨恨自己生命的 必要得到自己生命的 反爱惜自己生命的 必要撒到自己生命的 对 对 这是奥秘 是不是奥秘啊 是不是奥秘啊 是不是奥秘 不是输血气的人能明白的 输血气的人肯定不明白这里的 去秘密 去秘密 不与他同国 好不好 咱现在不与他同国 吃死你们在地上自己 是不是 谁能救我脱离这 去死的身体 身体呢 要脱离这 去死的身体 通过这 脱离 这 去死的身体 身体 心人不与救人同国 是不是奥秘密 是奥秘密 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不是保护他 是不是不是保护他 不是爱惜他 不是连续他 不是住在他里面 不是替他说话 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什么 义 情欲和圣灵 圣灵和情欲 想象中 我里面这个我要束缚圣灵 不束缚他 不跟他同国 好不好 你什么时候操练这个信息 就从这里跳出来了 对不对 你这里面有嫉妒 有接党 有纷争 有异端 有罪酒 有黄烟 都是属肉的情欲上的事 对不对 他没有一样属灵的事 你跟他在一起合伙 这不就交在一起了吗 你和我合伙 你里面这个里面是圣灵 这里面是情欲 他俩还得相当吗 而是真的说 靠着圣灵致死你们 在地上的啊 就你致死 是不是 但你今天去跟他合伙 你跟他合伙 你这里面是圣灵 跟这个合伙 这里面是情欲 那么情欲和圣灵相不相争 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不相争 这两个就是彼此相提的 是你们不能做所厌所的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被神使用呢 因为现在你 现在就正是你不顺服神了 不是顺服圣灵的引导 对不对 圣灵要叫你吃死在地上的自己 但你今天跟这个人合伙 哪个人跟这个人合伙 救人跟这个人合伙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他俩搅在一起 那就 肉灵部分了 他们明明白救人的人 肉灵部分可以 但你明明明白 明白 你既然已经明白了 你都已经明白了 那么你就跟他们不一样的 就是 忽悟自己的生命 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你一定要知道 你这生命 那里边充满了情欲 他会拦阻圣灵的工作的 好不好 然后 情欲发动出来 他拦阻圣灵的工作 他不会 说服圣灵的 他只能怎样的 拦阻 破坏 跟圣灵那儿争 听懂了吗 不要与人 通过 不要与人 通过 与哪个人 救人 是不是啊 不要与人通过 心里不要与救人通过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的心不要与世界通过 是啊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这奥巴尔民 奥巴尔民 你要与他通过 坏不坏了 坏了 这就坏了 凡与他通过的 这信仰就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你看那 如果你真有新人出现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顺服圣灵的 主的仰 一听主的声音 就能听懂 我这一讲 你记过这 你从前没有理解这句话 我这一讲 你马上就得恍然大了 就知道 我现在不属肉体了 我乃属圣灵 我不属肉体 我乃属圣灵 看清楚了吗 我不属肉体 我乃属圣灵 我乃属圣灵的 我现在不属情欲了 我乃属圣灵的 好不好 好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又跟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鼻子相争一样的 这里面有情欲 那么圣灵想开展工作 这个情欲 这个肉体的情欲 就开始拦阻圣灵的工作 跟圣灵俩这样 对不对 圣灵在一起里要作网 那么肉体情欲也要在肉体里作网 所以它就开始正常了 一个人一旦记载圣灵的时候 情欲主动的跟圣灵俩进行相争 你说它能不能承受神的过 要把那情欲给它拖掉 对不对 这是神告诉你 要拖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因为它有征战了 我昨天我讲圣灵和情欲 情欲和圣灵之间是什么关系 相争关系 相争关系 这样我们应当是顺着圣灵而行 去致死在地上的致死里 还是顺着肉体情欲而行 去放纵肉体的死云 是的 这是讲的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啊 你看这就是主的 这个得荣耀的计划 必须这么走才能够得荣耀 这就叫人在场上比武非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这冠冕就从这上得了 怎么得呢 我现在不属肉体 我也不属情欲的 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 圣灵又跟情欲相争 我必须无条件地顺服谁呢 圣灵的灵道 我的灵顺服圣灵 我的灵不顺服肉体 好不好 我的灵属生灵 我的灵不属肉体 我的灵是基督的灵 我的灵不是我的灵 乃是基督的灵 是基督的灵 是高等 sweaty 那我要想说服圣灵 我必须重生那个人是基督的灵 对不对 基督被圣灵成义了 我必须接受那被圣灵成义的身体 也接受那被圣灵成义的灵魂 那灵魂是谁的灵魂 基督说我将我的灵魂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你现在重生这个人的灵魂 是谁的灵魂 基督的灵魂 基督的灵魂才能被圣灵成义 好不好 人的灵不能被圣灵成义 因为人的灵是受造的 基督的灵是被圣灵的灵 听不听明白 这就是奥秘啊 这就永远 因为他不见还不合不着 他必须这么信 别的信法就错了 三次会长 他会这么信的吗 类似他他都不动气的 因为他的牧师长老他都没明白 他怎么能够给弟兄姊妹讲出 属灵的道呢 这是把你带进生命里 把你往生命里带 那时候把你往生活里带 这是把你往基督的身体里带 那时候把你往肉体里带 对不对 这是把你往属灵的身体里带 那个是把你往属物体里带 你说这是不是两条路啊 两种选择是不是啊 两种去向 两种果效 两种结局 你信不信啊 这绝对不是一个路啊 你可不要说 那个地方也叫教会 那叫工会 那不叫教会 你听明白什么 我再告诉你 工会和教会不一样的 那哪是教会呢 那你的弟兄姊妹 那不是你的弟兄姊妹 输血气的 怎么是你的弟兄姊妹呢 那要不然生一个输血气的 都得赶出去 他没说这是我的儿子 也没说这是我的弟兄 听闻听明白 谁是你的弟兄 罗德 他说罗德是信的 他不管是活的仇恩禅的信 他也是我的弟兄 你我是弟兄 你我不要相争 是不是这么说的啊 是 你的故人和我的故人 你不要相争 因为咱俩是弟兄 对不对 要不然称罗德为弟兄 是为什么 人家俗血气的人 永远不领会属龙的意思 是不是 这里有没有属龙的意思 有 绝对有 所以你看 这罗德不是 这不是亚伯拉安的侄儿吗 亲侄儿他怎么称他为弟兄呢 称弟兄可以不可以 可以 他不按住他 他按的是什么 你按住 听懂吗 这个倒可不是说 你小心什么 我这次给你们讲的到寒山了 真的 是 是 是 我是在讲那个 外面不带这个外面就是活 虽然我讲的是情侣 情侣好像是外面显一件事 但讲到 真正的从里面这个生命中间 把你带到生命中间 从这里出来带到生命中间 好不好 因为情侣和圣灵相争 圣灵是看不见的 情侣 一发动的是下日一件的 请问一件明白 那你今天在情侣中间活着 还在圣灵里 这是至关重要的 是每个基督徒 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落地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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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圣灵而行 那我现在就顺着圣灵而行 不是顺着情侣而行 对 我跟他不是一家的 我跟他乃是一家的 把神当作我的一家 别把肉当成你的一家 别把情侣当成你一家 有多少人活在这里 把肉当成一家 你跟肉是一家 你跟情侣是一家 属地的 属土的 没重生 没得救的人 是那么看的 重生得救的人 我这么一挑 你马上就知道 我这么一挑 你马上就知道 我跟圣灵是一家 我跟神是一家 我不跟圣灵是一家 不要与人同行 那要与神同行 什么叫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不是 你在神的后边跟着跑 拿着块给他闻点老 不是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要与圣灵同行 这就叫与神同行 这圣灵 这是我 是不是 我这个灵 是从基督神的 不是从血气神的 不是从情侣神的 不是从灵侣神 跟人没关系 这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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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圣灵 他是一家 因为这是基督的灵 基督在没有受圣灵的时候 他就具备了灵魂体 我今天要把这个人的灵魂体 都跟基督挂合着 不跟重体挂合着 我这也有灵魂体 但我不跟这个灵魂体挂合 乃跟基督的灵魂体挂合 基督那个灵 魂 也有 也要被圣灵充满 那么 我从基督而生的 那个灵魂体 也要被圣灵充满 它被圣灵充满了 我就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这个灵魂体 是基督的灵魂体 不是亚当的灵魂体 因为我被拣选了 不是在亚当里被拣选 乃是在基督里被拣选 我要在亚当里被拣选 证明我就是受灶的 我是受灶的 我怎么装 也不是儿子 因为儿子不是装出来 是生出来的 听不听明白 我现在这个儿子的名分是生的 不是造的 我这个儿子的名分是在基督里得到的 不是在亚当里得到的 我这个灵魂体 跟亚当这个灵魂体 不是一个灵魂体 好像是一个灵魂体 但不是的 你说奥不奥不 所以你是儿子 你借着耶稣基督 在身体灵魂体 得到儿子的名分 他给你的灵魂体 你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 所以你得什么儿子 你就一个人远逃下去 主啊不是你儿子 主啊这是你儿子 这是生的儿子 不是 从中生生的不是生的人 对不对 从中生生的不是生的人 所以他血肉之体不能成后 因为他是从谁生的 从人生的 肉身生的儿子不是生的人 其中的这句话 让我给你讲这个 除非你里边没有人 你里边有人 你里边有人 第三点 肉身所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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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不能承受 神的儿子 他不是神的儿子 他承受什么神的儿子 别网上硬扯 好不好 肉身所生的儿子 不是神的儿子 以后咱们再叫 休息时间 感谢您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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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儿子